记者黄旭磊高雄报道,高雄应用科技大学团队研发天线南瓜经济部通讯大赛冠军级特别奖。 经济部2017通讯大赛赛事举办第16年,由通讯奥斯卡称号,本届吸引400多支队伍超过千名参赛者。 高雄应用科技大学光电与通讯工程研究所教授陈华明,林一方主持天线与微波元件实验室拿下关即军级评审团特别奖师生苦练一年终获成果。 陈华明以天线设计理论与实物建长,林一方则专攻数值电磁理论,团队努力不休,学生填浩文,增加成作品, 距共槽棚与共辐射体质穿戴式天线拿下冠军殊荣作品应用最新L71通讯评段,在GPS表现上接收10颗卫星,动态时也可收到7颗卫星,高于一般5颗接收标准。 评审团特别奖非均匀播出之多天线小型基站系统由江珍德、刘俊成、廖家德同学制作作品。 整体基站天线达13组天线可应用于西顶式小型基站使用,而对名天线Transformance亦指天线变形金刚可配合摄平模组控制具应用性。 本集结束